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唯一是 當然唯一是 辛苦不疼 甚至行動不便 他就要做養護中心 安養中心 台灣市長賴清德指出 日照中心有別於安養院或是養護中心 是一個讓老人家有個地方能夠上課學習 能有人陪他們聊天 讓他們維持生活機能不至於退化嚴重 也可以稱作是老人的托兒所 這個 我們的照顧中心不是養護中心 也不是安養中心 我故意這樣講就讓大家知道 我們這個中部 來就有人說話 到天吃飯 甚至在這裡睡中到 還有口頭上 所以比較不會退化 生活機能比較能夠維持 尤其是幼稚園 老人的幼稚園這樣而已 賴清德表示 不少民眾對日照中心有所誤解 希望透過陳輝日照中心的啟用 讓民眾知道 日照中心的設置 對老人福利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各地區能相繼設立製造中心 記者黃玉瑋 馮玉琦 台南報導